那么今天主要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澳洲的整个抗疫的过程还有经历 首先是对比中国跟澳洲老百姓对病毒的科学认知 中国老百姓对于这个病毒的科学认知可以说是非常的欠缺 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中国的领导还有领导的喉舌那些专家们 中国也有专家比如说像张文宏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在网络上传的比较火的就是上海疾控中心的一个主任 一个负责人和上海一个投诉的这个老百姓之间的对话 疾控中心的领导说他说你以为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人都是饭桶啊 这个数据然后还有信息每天网上报 但是每天网上报没有人理全部都被给打压下来了 问题就是受到了以习皇帝为中心的这些人的影响正确的声音发不出来 社会面上看到更多的是说鼓吹中药多么多么牛 然后还有这个莲花清温多么多么有效的这种中南山那两万年之流的人 直到现在现在中国还是很多人都去抢这个莲花清温 甚至很多的药房里还出现了这个抗疫大礼包 什么888 588其实就是什么止痛片 然后加上什么莲花清温 然后这几个药给你组合一下就买这么贵的药 在疫情最开始的时候我身边的很多华人也可以说是大多数的这个华人吧 不光是我身边的就是很多人当时也都在感激说中国有中药 中国有这个莲花清温 甚至还有人从中国给这个海运空运过来了 中国的这个莲花清温说是这个抗病毒特别强 但是问题是三年已经过去了 美帝并没有这些药 然后没有大规模的给他们的人民吃 然后病情疫情也就这样过去了 那么美帝呢是完全没有这些药 澳洲呢是从去年的十月底一放开的时候 就是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澳洲的话还是封锁了很长一段时间 墨尔本好像是说全世界封锁时间最长 美国呢更是一天都没有封锁过 疫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不过这时候呢肯定又有人挑出来说了 说你看啊美帝的死亡人数几十万几百万 然后还有澳洲的死亡人数 从一开始其实澳洲身边朋友也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对澳洲政府对美帝政府的痛骂 说他们这个管控不严格 要向中国学习等等之类的 在疫情最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新闻报道过 关于美帝还有澳洲这些国家 他们对于这个病毒死亡人数的统计是说 只要是死的时候有这个病毒存在 那么就把你这个死亡病例统计进入疫情 这个数据当中 不得不说的就是呢 在疫情最开始的时候 就我认为肯定是有一种政治正确 就是有一种就是这种党派之间竞争 还有就是呃这个官员权力 还有老百姓选票之间的这种一种博弈 所以呢就导致呃中国那时候口罩已经很普及了 但是在澳洲还有美帝的话 就是大家都感觉这个病毒没什么事 可以不用戴口罩 这一点的确是值得要批评的 当时是新闻发布会是每天都有 而且这个新闻发布会是说绝对是州长 州长还有最高官员是一定要出现的 当然呢就是说并不排除这些官员 还有这个医务人员 医疗官之间就是他们也会有 类似于中国那种你知道中南山这种 就是可能这个官商之间有一些利益瓜葛 还有政府之间有一些利益瓜葛 还有政治纠缠的 导致呢说话 他们有的时候会跟着政治倾向走 就这些绝对不会排除 但是呢我就感觉很多时候 中国人特别分裂的地方 就是说始终会觉得你们北美帝的这种民主人权 全部都是假象 就是你们哪里民主了 哪里人权了 你看中国有贪污 然后你们美帝也有贪污啊 你们澳洲也有贪污啊 对于民主这一个话题 你不管怎么样 民主那英美还有澳洲这样的国家 那他其实就是民主的标杆 那么我对民主的看法是什么呢 民主其实就是他有一个制度 有法律允许还有保护可以有不一样的声音 那么最后呢 在真正实施这些法律 还有执行的时候 还是人去执行 所以你这些贪腐问题 只要是有人最后就不可能消失 很多中国人他在这种环境 极权环境下 他生活久了之后就会感觉 你们那个民主 你们不是民主 因为很多人他中国人 他想的是绝对的民主 然后还有给这个 就是导致这些官员 他们自己的权力没有那么集中 他们的权力没有那么大 很多时候呢 他们受制于媒体的监督 受制于老百姓的监督 受制于反更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反对党的监督 因为反对党是每天都要给你挖坑 就是说我要是如何想办法 把你给拉下台的 甚至有时候他们要去做一些假消息 散布假消息 那个位置上的人不得不 很多时候要做起尾巴来做人 并不是说这些人不贪腐 是说摆在这些官员面前的权力 相对的比中国的官员要小很多 在他们面前的这些诱惑 比中国的官员要小很多 所以其实从最一开始 这个Delta病毒开始的时候 澳洲这边一直就是说 你感染了之后就是在家隔离 等你到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真的是高危人群 那么你才要去医院 要不然的话其实就是在家吃一些这种 能够舒缓病情的东西 当然不是核中药 不是这个什么双红莲 不是这种东西 就是吃一些什么止疼片 然后或者是降体温的这个药 不管中国再怎么宣传 到现在为止 科学的发展 是除了疫苗之外 没有任何的药物 能够对抗病毒 不光是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 就是之前的什么流感病毒 你也没有药可以去治 所以只能靠自己的免疫系统 三年来在澳洲也听到一些 就是极少数的医务人员 他们是反对疫苗 所以就导致澳洲这里大多数人 其实对于病毒都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 就是你感染了之后 在家隔离 因为毕竟是打了疫苗了 而且他这个疫苗数据 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很多华人 受到很多澳洲本地人 然后就是最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受到很多人的这个诟病吧 不过慢慢慢慢随着时间的积累 就是这个有效率还是很高的 再加上中国可能有一些 什么这些医生啊 跟这个医药之间相互挂钩 就是可以多赚点钱 所以呢就是输液打针 反正药你有钱 你就买呗 你就用呗 然后跟澳洲这边就是 因为医跟药它是分离的 所以呢医生 他给你开再多的药 让你去住再长时间的院 然后跟他自己的收入是无关的 所以呢就导致这边的医生就是说 他就是按照书本走 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你该住院 什么样的情况你不该住院 什么样的情况用什么药 那你就是用什么药 因为跟他自己的收益没有挂钩嘛 现在就看到很多中国的这个画面 跟视频就是说 有一些人感觉吃药才是整理 即使是没病的时候 多吃一点防一防也是好的 由于乱吃药导致肝功能受影响 住院的人也很多 从疫情发生以来 我的父母还有家人 一直是严格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要求我的 比如说戴口罩 还有跟我宣传说 这个病毒有多严重 后果怎么怎么样 那么前几天呢 跟我大学同学视频的时候 我说这我们这边的马路上 一边没一般没有多少人 我带你去个人多点的地方 去个超市吧 当然超市里 我估计整个超市就是 几百平几千平米的地方 也就是那么十几二十个人 就就在那一时间段 去买东西的 然后他当时就说 哇这么多人不戴口罩 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就是一听到他说风险这个词 我就感觉 风险好像很长时间 就大家不太 不太把这个病毒当成一个风险来理解了 至少在我的头脑当中是这样 另外一点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政府对人民 还有这个企业的资助 是金钱上的帮助 三个方面 一个是失业救助 还有一个是给企业的 就是保住工作的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他给企业 就是你企业肯定要有你自己的资金流通 你要交房租 就是这三个方面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失业的叫job seeker 就是说你在疫情之前之后之中 就是你是一直没有工作 你在找工作的 澳洲这里的话 第一宝就是包含我读书 还有就是他们 就是所有的大学生吧 18岁18周岁之后 这些大学生 其实每个月都会有 我记得我那会儿十几年前读书的时候 他们那会儿可能是每个月是800多块的这个补助 就澳洲这边所有本地人的大学生 都有这样的一个补助 一个月 然后呢 最近的话就是这个补助涨到了900多 另外的话就是 失业补助 在疫情之前是1000多块钱 这样一个意思吧 这样的情况到疫情之后 失业补助给涨到了2000澳币左右 那么对于企业的补助 有一个叫做job keeper 就是说呢 政府为了不让你这个企业破产 为了你能够保住你的员工 他这个钱是直接给企业 然后企业再给员工的 为什么不直接给员工呢 因为直接给员工 那大家不很多人 就是大家都是人嘛 就是你直接拿到钱 那就不去上班了 对不对 不去上班那我就不进这个上班的这个业务 不做工作了 那到最后企业还是受灾最大的 第三点呢 就是说给小企业 还有一些大型企业的 当然可能更多 这个钱呢 就是我也是拿到了 就是从去年2021年的几月份呢 我是从7月份拿到的钱 然后但是呢 因为他这个钱是可以往之前追溯 我是差不多是5月份注册 然后到7月份的时候就所有的手续才都变得正正规合法 所以呢 就是当时我申请这个小企业补助的时候 他直接就是一下子就把之前5月份6月份的 1万当时好像是9000多澳币吧 就是连带7月份的就一起打给我的账户了 说呢 就是你之前也受灾了 然后你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所以就把之前我没有领到的那一部分也全部都打给我了 当时给小企业的补助是说每400澳币一天 那如果他封了一个月 那他就是按照星期六星期天也是每天400块钱给你的这个钱 整个2021年 2021年我差不多是拿到了3万多4万澳币的这样一个补助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拿这个补助会不会难 会不会像中国一样就各种各样的卡扣啊之类的 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澳洲这边他想要卡扣你 他没有人这样去做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你正常的去网上填写 填写资料之后通过了就好了 我的话呢 就很正常 因为我就是各种原因吧 我就我当时就立志就是说想要做一个正规的企业 所以呢 就是我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没有想到拿政府补助的时候 我就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正规流程来做 所以到时候我拿到这个补助的时候就特别顺利 完全没有跟人打交道 就是电话也没有打 然后也没有人来卡扣 我就是网上填写资料 然后自动的 然后就把钱给打入账户了 有一个我同学的例子 就是当时是一起学习嘛 他的话呢 是说他其实他也拿到那个补助了 现在的话我估计可能政府也不会去找他 不会去告他吧 就是当时在我看来 他是他是不满足那个要求的 只不过呢 就是他听到我的消息之后 就你就想我是七月份嘛 他都已经八九月份了 我估计是 然后而且他的那个生意是 其实就是造假嘛 也不能说造假吧 他一直有这个想法去开这个生意 但是他那个生意并不是说一个实际运行当中的一个生意 他甚至他那个网站 他只买了一个域名 然后网站里边都没有东西 就他那个网站打开之后 其实是个空白页 是404的 就这样的情况下 他去填写了一下 结果过了几天 他跟我说 哎同学 我的那个过了 然后说是那个过几天 把之前差的钱也都给打进去 所以呢 你就从这个例子 这是真正是 发生在我神标的情况 我当时就感觉 哎呀 是不是我办错事情了 我帮人这个助纣为虐了 是不是 薅国家羊毛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说 我就想跟大家说的是 就是当时就是 呃 澳洲政府这边 其实也就是为了安抚人民 他这澳洲这边整个的一个补助的政策 就是中国可能是 呃 就卡扣的非常严格 就是怕有一些人钻漏洞 澳洲这边 你总体的理解 他的补助政策是说 我知道肯定会有一些人来钻漏洞 但是呢 即使是有人是过来钻漏洞的 那我也不能把这个门卡提的高 造成有一些人 他实际领不到这个补助 隔离期间呢 对于我来讲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 呃 经济问题解决了 就是基本上属于躺赢 然后当然这个就是还是 并不是什么特别光彩的事情 但是澳洲这边很多个企业 包含有一些网约车司机 就是澳洲这边是Uber嘛 他们好多Uber 就是他们那个的话 其实是呃 很多人我估计就是他们可能就是 故意去钻这个漏洞 就是知道了别人 比如说知道了20年的时候 有人拿到了什么补助 有什么要求 他们就故意去钻这个漏洞 然后去就是说去注册自己的这个GST啊 去注册自己的这个公司的信息啊 之类的 就到最后 这些网约车司机 Uber成了一个个体户 所以说这些网约车司机 也每天躺赢了400多块钱 整个的这个疫情期间 很多人并不是说所有人啊 嗯 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 对于大多数澳洲人的 就基本上经济问题 你解决了嘛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你比如说 当然你拿这么多的补助 呃 可能有些人是高价买的 这个房子比较贵 你的这个还是不足以维持 你正常的开销 比如说你房贷交不起了嘛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政策 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银行 当时很政府跟银行 可能也都通过气了 就是说如果你感觉你的经济压力比较大 你可以选择不去 在一段时间内不去还你的房贷 我当时也选择了 因为感觉就是看不到未来嘛 就是一直封一直封 即使是每天有400块钱 还是会感觉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会不会什么到最后经济危机了 种种的 所以呢 我当时也去申请了一下 好 最多可以申请是6个月吧 大概是这样 我忘了啊 反正我也是有差不多有6个月 就申请了没有去交这个房贷 所以呢 就整个疫情期间 可以说经济上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唯一的压力就是说 每天关着看不到这个尽头吧 然后即使 不过即使是这样 澳洲这边在最严格的封控期间 也是允许你一天可以出去散步 你可以去购物 就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嘛 并没有像中国 即使是有一些住在楼里的 就澳洲这边大多数人都住在 就是像中国这个农家院一样 那种院子里 然后即使是住在楼里的 也没有听到过说给你发一张卡 说一家人 你拿着这个卡 什么一天出去多长时间 就所有的这些允许你出去散步的时间 允许你出去购物的时间 都是政府新闻发布会 或者是网站上公布了 说这是我们的建议 然后大家严格执行 就是全部都是政府号召一下 没有人在家门口等着你 去监控着你说你出去多长时间 然后我们来声讨一下 你看看你到最后 这个到底具体执行怎么样 全靠自觉 当时就是我在19年 20年初的时候做视频 给大家应该算过一笔账 就是他当时给澳洲 所有的这些人的补助 是多少个billion的那种 澳币的这种补助 就是把澳币换成人民币 换成人民币 然后再给中国的所有老百姓 给发一发 我当时给算的账 应该是可以给13亿人民 每人发200人民币 这个账我记得我当时算的 应该是不会出错的 疫情开始到疫情结束 这中间呢 是打疫苗 做核酸 也都是有补助可以领的 你比如说对于 那你今天你感觉不舒服了 你可能要去做个核酸 看你是不是阳性 对不对 政府的话是说 如果你有正常的工价的话 你可以请假 但是如果你这个年价什么的 你全部都用完了 你就可以申请 当时应该是400多块钱 一天还有你比如说你要去打疫苗了 因为有一段时间打疫苗也都是需要排队的 我那我我也是最一开始就需要排队的时候 就去打了疫苗 就你打疫苗的时候 这些务工费征服也都是承担的 当然呢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之前说的这些补助 你并不能说多个的这个补助一起申领 你比如说你又是小生意补助 你又申请什么这个失业救济 你又申请这个个人的这个失业补助等等 其实呢就是在我身边还有就是我接受到的 我认知的吧 很多的华人 你不要感觉他是生活在什么港澳台 你不要认为他是生活在美的自由世界 虽然他的生活环境 整个的这个舆论环境是放开的 但是其实很多华人 他是尤其是在海外 他没有这个能力去读当地的语言 没有这个英文能力 或者是说能力不足 读起来特别费劲 所以呢没有办法 他只能转向华人媒体 但是你华人媒体的话 请问全世界有几家华人媒体 没受中国大外宣的影响 你比如说摩尔本 最一开始有一个什么 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华人广播电台 我当时还去那边应聘来着 当时搞得挺尴尬 就是你打开收音机 你要是听一听 他们的这个华人媒体的逻辑 基本上就是跟你打开中国 在中国听这个交通广播什么的 是一样一样的逻辑 基本的逻辑就是中国领袖特别好 中国的决策特别开明 然后人民生活极其幸福 然后但是你看看美帝 你看看澳洲这些官员特别傻 这些制度特别傻 他们的这个行为极其恶劣 人民极其痛苦 所以呢就是即使是在海外 很多人也免不了要受这个洗脑的影响 另外的话就是港澳台的一些人 我估计可能进水楼台先得一月吧 虽然都是同语言同种族的 就是他可能就是但是 虽然语言文化是相通的 但可能是不是这个大外宣进来 也就更容易一些 对他们影响也就更容易一些呢 还有呢就是我在就是 2011年刚开始开店的时候 有一个客人他男朋友在北美 还是从事的是医疗相关 在医院工作医疗相关的工作 当时呢就是说中国的疫苗 是被一痛苦吹嘛 然后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说 已经被这个美帝给洗脑到 是不是你好用不好用 你一定要有一个科学数据出来 但是那会中国对于这个疫苗的 这个作用率就是 到最后第三期的这个论文吧 一直是没有发表没有出现 所以呢当时就是跟这个客人 聊天的时候 也是一个中国客人聊天的时候呢 就是聊到了 我就说中国的这个 他的这个论文数据一直没有出来 所以说他这个是不是管用 我存在怀疑 结果突然间发现 结果是我的这位客人 跟他这个北美的男友 正在这个在连线呢 就是电话放在了旁边 结果这些话都被他的男朋友 给听到了 在北美那边就发出来声音 我说谁在说话 结果是他男朋友说话了 就是用他的这个这种医学的这种训练 医学的态度来教育我 就是说 啊你看美国疫苗不足 就是由于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 然后这个美的政客不接受中国的疫苗 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疫苗的数据 都特别清晰 特别管用等等等等 但是现在这个疫苗 从疫情开始三年 疫苗出来了也两年多了吧 美的疫苗 还有中国疫苗 那个更靠谱 我估计也不用我多说了 不过呢 除了这个新闻上报道的 这个当时的确是有一些 就是牛津大学出的 这个叫阿斯康利 这个疫苗出来的时候 有一些血栓的案例吗 除了新闻上 澳洲这边是一直在报道的 有这样的新闻 我身边的确是有两个客人 跟我提到了 一个是这个客人 他女儿的同学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一个大学生 是当时是说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由于疫苗引起了血栓去世了 还有另外一个是年纪大一点的 一个这个客人介绍的 说是他的一个 可能他的一个朋友 年纪大一点的朋友 是因为打了疫苗去世的 这个就是我身边接受到的 两个的确是打了这个疫苗 由于疫苗 当然了也是听别人说嘛 打了疫苗去世的 最后呢 我想说一下中国的这个宣传的 误传人的情况 在澳洲呢 我还读过就是相关的文章 报道说中国的这个德尔塔 就是德尔塔 这个病毒的时候呢 说很多这个病毒输入 是由于这个海鲜冷冻输入的 各地也都有很多的这种 误传人的案例 当时呢 就是澳洲这边 我还读了一个是ABC啊 还是哪个 就是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mpany 就不是美国的那个啊 就是澳洲广播电台 就是他们也去采访了澳洲的 这一些防疫专家 说是在全世界 美地世界当中 民主国家当中 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研究 说可以误传人 或者是说 有这样的案例发现 所以导致呢 就是前几天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跟我说呢 他说他姐姐一家 就是姐夫被隔离在单位 他姐姐 孩子 还有姐姐的这个老婆婆 他们三口子呢 被隔离在家了 在家呢 他们这三口子当中 好像是两口子吧 就是他姐姐还有他的这个外甥 对 是阳性了 然后呢 所以呢 他姐姐就跟他说呢 他现在特别担心的是 这个姐夫是好人的 还没有被病毒感染 在单位隔离 那么他们现在想的是 如果说他们这一家人好了之后 那这家里不到处都是病毒吗 家里到处是病毒 那他姐夫回到家之后 不一样还是感染吗 所以呢 我当时就给他 就是又给他一通介绍吧 我就说澳洲这边 从最一开始 病毒就是最严重的 那个德尔塔病株的时候 就说 就是这个误传人的可能性 很小很小 因为他是一个病毒 病毒的话 就需要这个宿主 需要载体 他离开他的宿主 离开他的载体 很快他就死了 但是就即使这样说吧 就这个 就是你知道大学同学 他还在高校工作 就是还是会感觉 哎呀 这就还是有一丝丝的 不信任那种感觉 包含就是之前我说的那个 就是我拿到澳洲政府的补助 就是我跟我自己的家里人说 我说你看澳洲政府给了这么多的补助 我自己的亲爹亲妈 还有亲兄弟 然后都跟我说 真的 就那个意思就是你不会在撒谎吧 我就想自己的亲家人都这样说 如果我跟别人说 别人肯定 哎呀 你炫耀什么呀 你们美帝 又在那里撒谎了 那么2019年6月的时候呢 我做视频 其实没有几个月 就是春节11月份的时候 好像就有消息出来 就病毒的消息就出来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造成一种现象 就是我就发现 我 我 还有我身边的这个华人朋友们 就这中间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 这种壕沟思想意识的这种壕沟 就是对很多的这个 至少对于病毒 由病毒又引发了对政府 对意识形态 各种各样问题的这种 这种意识层 意识层面的这种差距吧 所以呢 当时估计可能别人都会感觉说 啊 你看你这个做视频 那你为了博眼球怎么怎么样 你出卖祖国等等等等 你还是中国人吗 等等 当然可能那会做视频 被骂的更严重的话 其实都还有 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整个事实清楚 政局充足 那么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就不相信我说的 非得要去相信中国这个大外宣 中国对你的洗脑呢 当时呢 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澳洲还有美帝 这个人们不戴口罩 还有这个人民上街游行的时候 包含整个政府的这个管理比较松散 因为一直都是全靠自律 他这边从来没有严格说 我要把那个门给封起来 我要严格监控你 你出门多长时间等等等等 所以就是过去这三年当中吧 一直是被很多华人 包含我身边的朋友 所痛骂的 所所鄙视的 就是说你们一定要跟中国学习啊 对不对 你看中国的这个隔离政策 防疫政策管理的严格好啊 安全的 直到一个转折点就是2022年初的时候上海封城 可能这个魔都的人民呢 清醒的人比较多 抗争的意识也比较强 再加上这个他们会上这个社交媒体 就是所以呢铺天盖地的这个消息传来之后 很多华人你也会发现他们的思路的确是转变了 发现哦原来中国他这样风控是会造成这样那样的影响的呀 我就想到那你原来不知道吗 就这样风控不会出现这样的后果吗 最后想跟大家说三年过去了 至少在病毒的问题上 我认为我的思路是正确的 另外的话就是也希望我身边的这个华人朋友们能够更清醒一点 好像这样说也不太对 因为清醒不清醒还有对与错 很多时候就是太主观 就是希望以后我能够遇到更多的和我自己三观相符的人吧 好我们下期见